大家好,我是葫芦,准备煮饭了 今天炒一个豌豆和玉米一起炒 然后再炒一个辣椒炒肉 再炒一个豆腐盖 炒三个菜 先切这个辣椒,这个辣椒用来炒豆腐 因为不辣,我儿子好吃 切点这种青椒,今天买的这个辣椒 老板说挺辣的,用来炒辣椒炒肉 开点大蒜 准备炒菜了 锅里倒油,先炒豆 这里面放了一点大蒜 放点水浸一下 放点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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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放点酱油 把这个水煮干净就可以了 现在熟了 现在来炒个豆腐 好,现在油烧热了 我们给它撒点盐 这样子等一下豆腐就会入味一点 放点 现在倒了辣椒和辣椒下去炒一下 放一点点水吧 放一点点水 不用再加盐了,放一点点酱油 放点酱油 放点酱油 现在来炒肉 先把这个肥肉倒下去炒出油 先把这个肥肉倒下去炒出油 油太多了 油太多了,搅一点出来 倒辣椒和大蒜下去 放点酱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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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гу 放点酱油 放点酱油 分一会 准备吃饭,这个了 我的 我要吃小碗 我吃小碗 老板说这个辣椒好辣 不怎么辣 只有一点点辣 对吧 记得点赞关注哦